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残疾美女爱上食人壮汉的另类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在德州的一片荒芜废土上 这里生活着两个被世界孤立和遗忘的乌托邦市部落 食人族部落与舒适宝 两个部落里居住的都是被政府抛弃的次等人 女主艾伦这天也被贬为了次等人被遗弃在这片废土中 危机很快降临,她被食人族击云俘获 等她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绑在地动弹不得 艾伦的人生遭受重创,她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她看着自己残破的身体,这下她真的变成了次等人 但艾伦并不屈服,不认命的认劲支持着她 断了一手一脚的艾伦,被铁链捆绑关进地牢 因屎尿满身臭气熏天,食人族女子将她拉出来清洗 艾伦趁其不备,用铁棍击云食人女逃走 残疾的她移动起来十分艰难 可能是受到命运的眷顾,她找到了一个滑板 于是她就躺在这个滑板上,逃出了食人部落 在干涸荒漠里,艾伦一点点地移动着 最后由于失血过多和干渴而昏了过去 幸亏一位食荒大叔发现了她 艾伦被运送到舒适堡,一晃五个月过去 在甲智的帮助下,艾伦可以在舒适堡里自由行走 虽然没有了食人族的滋扰 但这个小镇的荒凉封闭令她窒息 小镇里到处都写着梦想二字,艾伦再次陷入了迷茫 食人族这边的食人魔壮汉杰森 正耐心地给她女儿米亚画着人像油画 杰森面对女儿温柔至极 但她对将要宰杀的人类却冷酷无情 宰人就如同宰一只猪一样随意 她用人类的肉做烧烤 但她的黑人妻子却厌倦了吃人 另一边艾伦会想象自己胳膊还在的样子 她渴望身体的完整 同时也憎恨着谋害自己的食人族 她决定要报仇 于是便带着手枪离开了舒适堡 踩着甲汁一拳一拐地踏上了复仇之路 这天杰森妻子带着米亚 在垃圾场捡垃圾时发现了个镜子 她想捡起这个镜子 但腿部不小心被划伤 这时艾伦碰巧发现了他们 在知道了他们是食人族后 艾伦开枪打死了杰森妻子 把米亚带回了舒适堡 而这一切碰巧被石黄大叔看见 日落时分 杰森见妻子和女儿迟迟没有回来 心里有些担心 于是便骑上车到垃圾场寻找 在垃圾场杰森找到了被乌鸦着实的妻子的尸体 询问时光大叔后 杰森知道了女儿被带到了舒适堡 于是他便动身前往舒适堡 另一边艾伦给米亚买了只兔子 两个人的关系还算不错 五彩斑斓的灯光充斥着舒适堡的夜晚 在电音派队中 人们伴随着音乐尽情摇摆 舒适堡的老大胡子叔 在台上为镇上的人 拨洒着有关梦想的谎言 在他的洗脑下 狮子的人群疯狂附和 口号像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 艾伦带着米亚也参加了派对 在入口的地方 艾伦克了应有梦想字样的药丸 随着药效发作 艾伦精神有些飘飘然 与此同时 米亚的兔子跑到了人潮当中 米亚一路追了过去 结果正好遇到了胡子叔 胡子叔顺手带走了米亚 艾伦意识到米亚丢失 黄毛四处寻找 他恍恍惚惚的走出了舒适堡 面对满天繁星的浩瀚夜空 艾伦忍不住赞美起来 在这片孤寂的荒漠中 他遇见了正寻找爱女的杰森 艾伦看着身材魁梧的杰森 因为在他的怀中睡了过去 第二天艾伦醒来的时候 已经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 杰森拿出女儿的画像 问他是否见过 心虚的艾伦谎称未曾蒙面 但杰森要让他去舒适堡 帮忙寻找 否则就要杀了他 艾伦别无选择 两个人离舒适堡有些距离 于是杰森杀了一个路上遇见的黑人 截了他的车 半路上他们还遇到了沙尘暴 两个人躲在同一张毯子下 孤男寡女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艾伦对杰森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晚上他们在一个山洞里驻足下来 艾伦通过聊天得知杰森 是因为从古巴非法移民到了美国 才被放逐到了这片土地 黑暗中一声枪响 杰森被打伤 舒适堡的人救赌了艾伦 艾伦虽然回到了安全的舒适堡 但整天魂不守舍 他还惦记着那个寻找爱女的杰森 再三思着后 艾伦决定帮杰森找女儿 另一边失血过多的杰森 被石荒大叔救下 好心的石荒大叔给他食物吃 带他找车 而杰森已经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去找女儿 这时石荒大叔给了他一个水晶球 杰森看着这个水晶球若有所思 艾伦这边问遍了舒适堡的人 也没有问出杰森女儿蜜亚的下落 艾伦正失落之时 没想到胡子舒的女人 带着蜜亚从他身旁走了过去 胡子舒对蜜亚还算不错 给他吃一般人都吃不上的意大利面 让他住堆满娃娃的房子 艾伦为了找回蜜亚 来到了胡子舒的住宅 在这里他看到了许多年纪轻轻 却挺着大肚子的女生 胡子舒告诉他 这些女人肚子里的生命就是梦想 而他就是造梦人 实际上他就是把女人当成生育机器 胡子舒还让艾伦做他的生育机器 艾伦假装答应到了卫生间 他拿出藏在甲子中的手枪 在回到房间后 他挟持一位怀孕女 成功将蜜亚从胡子舒手中夺回 艾伦带着蜜亚逃出了舒适宝 他心里清楚永远都回不了舒适宝 不过他并不后悔 因为他心里早就有了打算 在将蜜亚还给杰森后 艾伦终于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决定要跟随杰森一起过蛮荒生活 傍晚 广袤的荒漠上 三人围坐在火堆旁吃着烤兔 天边微红的晚霞见证着这一切 他们相聚在这片无主之地 迎接着新的未来 爱情没有劣质高低之分 我是爱讲故事的小米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